丞相拿出魔镜 照相了面前的观音妙善 太后凑上前看 镜子里俨然是一副妖女模样 太后着实被吓了一条 王后赶紧冲过去挡在了前面 自己与女儿刚刚相认 怎么会容忍奸臣再次残害 而霍宇却步步紧逼 正在这时 将军罗宾赶了过来 妙善随母亲一起逃了出去 军师看到他们一行人逃跑 便去搬救兵拦截妙善母女 驸马五大雄奉命看管宫门 被齐望三两句话便给忽悠了 眼睁睁放叛军进去 这边 埋伏在皇宫附近的尹阁官邻等人 一听说宫中出了事情 便抄起家伙就冲进了宫里 王后带着女儿们和王上碰面 王上拜托罗宾将他们带出宫去 自己和王后坐镇王宫 前脚刚走 就被霍宇拦住 他要杀了妙庄王替而代之 刚准备动手 就被国舅和太后撞到 霍宇 你这个大胆贼子 终于露出了原形 霍宇 你 太后在此 你休得胡闹 你这个昏庸的老太婆 时至今日 你还在迷雾里 你不过是我的 祖神医婆 不过我已经用不着你了 你休想再发义纸 太后听后大怒 原来霍宇一直在欺骗自己 她传唤侍卫 要拿下这个逆贼 还没等人来 便被霍宇一箭刺中 结束了她昏庸的一生 接着又一箭 杀掉了忠心耿耿的国舅爷 此时的宫殿外 罗宾带着妙善与关卿等人会合 让他们先行离开王宫 自己要去宫中救驾 而宫殿内 霍宇举着剑对准了妙庄王一家 她告诉妙庄王夫妇 妙善乃天界仙子转世 到凡间来历练 如若不除她 必然影响自己的天下 她要先杀掉妙庄王一家 再嫁祸给妙善 可谓一举两得 正当她得意之急 罗宾冲了进来 而霍宇已经练就了一身的妖术 已经不把罗宾放在眼里 两人又开始了一阵打斗 武艺高超的罗宾很快便占了上风 刺中了她一箭 霍宇恼羞成怒 施展妖术命中罗宾 肉体繁胎的她当场毙命 这边 妙善一行人来到了宫门口 可守门的驸马武大雄 却不让他们出去 妙善告诉她自己 是当年被抛入海中的三公主 他们是一家人 而武大雄却不以为然 妙善也看透了她的心思 她是想坐收余力 等霍宇杀了妙庄 王后自己以平乱有功绩而上位 见自己姐夫居然如此自私自利 十分生气 关卿也不废话直接与她兵刃相对 双方打成一团 而妙善不愿再见生灵涂炭 她思索再三决定用杨柳之施法 可一旁的小龙女却提醒她 佛祖说过在杨柳之生根前施法会前功尽弃 再想飞升回天还要经历更多的磨难 可此时的妙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人命关天 自己多受些磨难又如何 她拖住静庭 默念咒语 武大雄等人很快便晕了过去 就这样 众人一起逃离了王宫 妙善也没忘记自己的父母 她再次施展法术 将四人顺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过了许久 霍宇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此时的武大雄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霍宇告诉她大王已死 而她却丝毫不伤心 我不怪你 这样也好 我可以登王位了 到时候 我可以跟丞相分享天下 我 我一定给你一半 霍宇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草包还敢说这种大话 这天下马上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还需要和一个武夫分享吗 随后 便一刀刺了过去 观音父亲因丞相谋反 被迫躲到了山里 可霍宇仍然不依不饶 追杀到大香山 要将妙庄王一家斩草出根 妙善 霍家军已把山团团地围住了 众人都十分担心 霍家军兵抢马撞人多势众 恐怕难以抵抗 但妙善却丝毫不担心 称霍宇乃是逆天而为 得道寡助 必然不会成功称帝 随后 她便安排父母和姐姐进山洞躲避 而剩下的人去对付霍家军 尹哥和观灵带着大香山的村民 死死地守在了山脚下 众人准备好了滚山石 随时准备战斗 这边 霍宇还在山下施法祭天 当听到入山口都有村民把守的时候 却毫不在意 毕竟区区山民怎抵抗的 驻货家的精兵呢 于是他下令上山 大批的士兵冲上去 可很快便败下阵来 霍金宝听后 马上请命带兵亲自上山 观灵看他前来 并不畏惧 带领湘民拼死反抗 双方打成一片 霍金宝也被尹哥一棍打倒 随后他拿出魔镜进行反击 二人也被击倒在地 他拿出大刀砍向观灵 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尹哥挡在了他面前 被霍金宝一刀命中倒地身亡 观灵心痛不已 其身与他厮杀 在他倒地之际 一见便了结了他 这边 霍丞相拿出自己的葫芦 对着妙善三人释放毒物 他毫不慌张 拿出杨柳之病 让善才拿着御静瓶对准葫芦 瞬间毒物都被吸进瓶内 葫芦也不再灵验 随后霍丞相施展法术 撒斗成兵 一众阴兵向他们袭来 只见妙善拿起杨柳之一挥 一众鬼怪瞬间魂飞魄散 接着霍丞相又施展妖术 将大石扔向妙善 也被他轻松化解 一时间施横遍也死伤无数 霍丞相见不敌观音 仓皇而逃 但不慎跌落山崖坠地而亡 君事件大势已去 自故逃命 被龙女拦截引导着跑向了观青面前 他跪地祈求饶命 可极恶如仇的蓬莱大侠 可没菩萨心肠 就此人间余孽也被一一肃清 唯有黑鱼精还在为祸人间 佛祖此时出现在妙善面前 让他铲除黑鱼精还人世太平 随后妙善带着弟子 找到祸患人间的黑鱼精 此时他还是执迷不误施法为祸人间 还要与得道的妙善抗衡 只见妙善淡定自若 便把奔向自己的妖孽收入宝盒 随后黑鱼精也献出原形 人世间也回归安宁 而镜瓶中也生出神水 只待杨柳生枝发芽便可得到升天 这场人妖和谋为祸人间的风波 也就此平息 但钟爱妙善的尹哥也长眠于此 看着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尹哥 妙善痛心不已 但人死不能复生 只能寄托来世与他在接因果 此后妙善与徒弟二人便隐居深山 虔诚修行 只待玉瓶水满升天成佛 却不料玉瓶竟被擅裁清扫时打翻 糟了